新闻开始要带应来关注的是社会消息了 警方日前锁定网路上的知名论坛 有非法应招站 他们主打着女大声等等的标语 来吸引男客从事非法性交易 经过警方多日的监控搜证 前往新北淡水区的一处小套房埋伏查庆 他们是当场逮到了一位男客人 还有一位是太极的女子从事非法性交易 不过令人震惊的是 这远警一查三分钟才发现 眼前这位身材较好的女子 她其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男儿生 警方入内搜索 一男一女吓坏了 站在原地不敢动 太极女子语言不通 对远警苦苦哀愁 新北市淡水警方之前在网路巡逻时发现 知名论坛有人贴出非法性交易的广告 打着女大声小芝麻等噱头来染客 性交易一次的价格2700元 经过多日追查 上个月30号下午5点多 警方前往淡水区移住小套房外楼梯口埋伏 当场抓到57岁男客 以及31岁太极女子 但令人傻眼的是查验她的护照 标示的是男性 她这才坦诚自己做过变性手术 男客得知之后 简直不敢置信 眼前这位身材骄傲的女子 竟使男儿生 当场吓到频频张嘴作呕 证明太极男子去年4月持观光签证入境 随后就被非法应召集团吸收 利用美女照片招揽男客人上门 竟然都没有人发现 他是男儿生 这名太极男子被解送移民署专请对收容 至于从事性交易的男客 则是被警方以示为法移送 而警方目前还在持续追查着幕后的印招战集团 记者王湘林昭显新闻报告